谁说只有七年之痒的说法呢 果头剧场推出了十七年之痒的喜剧 由演员李立群单纲演出 刻画中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背着老婆偷吃 却因为胆小所以怕东怕西的 最后没有成功 回到老婆身边的故事 第一场开演吸引了不少名人 先来观赏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心情好的不得了 鞋子轻轻脱下 衣服慢慢挂好 进家门偷偷摸摸 原来要偷吃 不要想太多 偷情都是要付出代价 小心翼翼就怕露出蛛丝马迹 没发现 舞台剧大师李立群 这一回饰演中年已婚男 和肖艾饰演的豪放女 有精彩对手戏 你要开始了吗 我好开放 你是说你不会主动吗 我会啊 当然会啊 我应该会啊 我应该会啊 我应该还应该把你酒 先喝到你了 背着老婆想偷吃 却又胆小怕东怕西 谁说只有七年之痒 结婚十七年也可能外遇 刻画婚姻的喜剧 吸引不少观众前来捧场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